好的 观众朋友们 我们今天是中国队 主场赢战勇士 呃 库里上来先投个三分 没有 我们这场是这样的 因为现在是东部第八的一个战绩 好球啊 有没有 我们之前东部第二 然后后来一波五连败啊 就是我这边打两把输了 然后模拟三连败 正好合起来五连败 导致了直接一波东部第二变成了这个这个东部第八的战绩 哎呦 可以啊 出发 差一点 但是就是没滚进去 第一届目前打了一分钟左右 一击三分 手打进了 斯蒂芬库里助攻 这次的防守完全崩溃掉了 杨毅 他这个投篮就是一个大空位 这个跳投能够激发他的手感 一脚猪八 哎呦 两下没进了已经啊 他附近一个防守球员都没有 永税再进 可是他们想要的那个游戏被交易到了勇士 他们这边那个汤姆森已经是去了 到了左侧侧翼 汤姆森是已经去了胡人了 如果没记错 到了左侧侧翼 库里在防守他 就到了遥守 他们很需要进这个拖 好穷啊 虽然没有没有打进 猪八 好穷啊 猪八可是头三个都 第三个球终于是进了 再不进的话 今天真的彻底 彻底就能量了 猪八必须要打开这个外向 看一下猪八现在刚找到手感 其实是可以再给他做一做的 他在被约翰训奉 出手了 走一个 太难了 库里 我们还是往内线打一打 不能跟对手拼三分 毕竟这是勇士队 你跟他拼三分你这是不值当的 诶 这球被干扰了 这球被干扰了 被盖了 好烦啊 巴特拉 香哥哥 好烦啊 对啊 这个球是非常高的 正是特维斯 叫暂停了 勇士队 她想要调整比赛计划 现在正好是一个机会 是的 很明显 她对场上的一些表现不太满意 打了三分钟之后呢 我们这边换上了一堆替补 而对面的库里也下了 对面也是上了一个替补阵 孙大胜 上一场我们比赛呢 是四个二次加 全是我们的国内小强 孙大胜 然后大侄子 姚明珠八都砍了二十架 相当于四个人砍了八十分 非常牛 就是换算成这个 四十八分钟比赛之后 好防啊 很积极 虽然没抢下来 但是 大灵 护宽这一块还不错做的 一个达拉 球 我千万别把整个篮筐都给拉下来 我还以为他以为老家还是有作用的 尤其在第二阵容带一带 这个球吧 这能让这种感觉持续的紧一点 埃文斯在外线将球传回赖腿 埃文斯三分球来了 这球投丢了 本场比赛的敌斯德芬依然没有到来 打仗 给周琪 埃根也是咱们之前球队的球员啊 在我们这儿 中国队也是打了两三场比赛 嗯 是跟这个维特斯一块被交易掉的 交易到了勇士 换了一个选手权 给对方造成一些麻烦 现在是施罗德纳球 他在进攻端目前还无任何表现 还在寻求拿下本场比赛的第一分 别别 哎 没错 双方队伍都换了人 可以看得到我们这边替补一上来 就把他反超比赛 反超这个比分 还是可以的 他们拿到了自己的篮板 对抗对方的内线进攻 干得很好 他们获得了得分机会 但他的防守让他们没有得逞 随之第一节比赛结束 比分仍十分接近 不住 随之我们回到第二节 现在的比分仍然非常接近 你们觉得主队目前为止打得怎么样 由于他们完全控制了篮板 因此在抢夺篮板球方面 他们并没有遇到多大的阻力 由于很好的篮板球卡位 他们也很好的限制了对方的二次进攻机会 到了内线 攻击内线 给达零 把球分给了一个达拉 加洛维自己来 自己打 他在三秒距离待得太久了 被裁判吹了三秒尾力 看下谁反呢 他即将迎来本场比赛第一次 加洛维吧 领刷好上了 领刷应该就打几分钟 给 王大林 还是去 还是防守吧 防守吧 王大林还是防守为主 四个篮板那一枪 可以的 一个达拉 找个放个二加一 他就能以此拿下三谷 又是一击漂亮的 错啊 他们的进攻之行力 真是令人惊叹 他们的传球 打球今天怎么 连续四个进球都来自主 进攻非常不顺利 他们必须想办法返回局势 他们真的需要进个球 重新找回节奏 他将球传到 现在这个阵容没什么外现 被琼斯想断 快攻打起来 托马斯拿起来 他打板上蓝得分 非常漂亮的右手转弓 这就是为什么一旦有机会 就要赶在防守球员路 稳加稳加稳加 给姚明给姚明 给姚明 给到姚明 往里坐 好球 以前姚明 最早的时候 就是怕这勇士队 太阳队 那种跑轰球队 这种跑轰球队 这是琼斯 在外线托马斯 埃文斯在左侧 出手位置距离篮框有12英尺 他们得到了第二个机会 出手的时候对面犯规 他可以拿到两次罚球机会 罚失了 没错 双方队伍都调整阵容 第二罚罚不错 主力回来 今天能不能表现表现 猪八手起刀落 有没有没有姚明 哎呦 他重新拿到了球 摇拿球 他们的耐心会得回报 打到最后成功得分 篮板车防守傻战不动 送给了对方二次得分的机会 他们需要更积极的拼抢篮板球 不能再这样了 大侄子今天是神 也是老是神一场鬼一场 上一场打得还不错 这场马又又属于属于那个什么了 没有发挥了 不够稳定啊 我们在最稳定就是姚明 其他人都不是很稳定 哎好球 开兰的防守 这球放的真好 打的什么玩意儿 好球 到了左侧侧翼 巴特勒拿球 约翰逊在放手 比较明 现在是姚持球 他拿下了六分 谁又回给了巴特勒 一脚是弄得空了 哎哼 球 我能觉得这不是个三分球高手 但这种球 他还是能够投进的 叫暂停了 勇士队 借着休息的机会 所有球员都会喝上几瓶水 好好补充下水分 在休息时间 讨论接下来的战术 不然重要 补充水分也同样重要 只有补够了充足的水分 球员们才能够保持旺盛的精力 应对接下来的比赛 是啊 如果哪个球员不好好补充水分 那恐怕坚持不到比赛结束 他就要累倒在球场上了 没有哪位球员会希望这种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 如果你想顺利的打完整场比赛 拉上 可以 控制篮板球 对手多抢了五个 篮板球 这是一项不那么华丽的技术统计 但看看计分板 你就会发现 他对比赛的影响力 好防啊 哎呦 两下都操掉了 没有断下来 咱们就被奶奶温温拿下 好防 勇士现在 哎呦 漂亮 这球传得真好 那是这波进攻高潮的关键所在 有目的性的传播 对手的防守跟不上 这一节他们在制造身体接触和发修机会上面 做得很好 我喜欢这种方式 简单直接充满对抗 后仰式跳投出手了 紧攻方拿到了篮板 投篮篇了 他一共出手四次 四次投篮全进了 这真是 四投四中的声大声 可以啊 今天表现的非常强烟 那么投下去的话 他们应该会获胜 他们的投篮得分效率高的惊人 赢认不训 他得被施罗得分 打算扰乱对面节奏 他成功上篮得分 我觉得这个球就是一防守失误 他们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来防他 差一点 所以我们三分谈理解4分 不错不错 中场休息结束后 我们将立即进入第三